黄峰辉抵达五角大楼的时候受到了隆重军礼欢迎 他在军业和礼炮声中检阅了仪仗队 双方握手致意,不知问候 不过黄峰辉此访正值南中国海问题关键时刻 中国本星期决定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设置钻井平台后 在越南引发的抗议活动已经造成一人死亡 但是黄峰辉不时时机地为中国辩护 显示中国毫无退缩的迹象 中国在自己的领土海域打井 完全是一种正常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 越南他们出动了一些舰船来进行干扰和破坏 黄峰辉还指责菲律宾等国 马尼拉正在抗议中国企图在一处有争议的岛礁上修建检疫机场 菲律宾政府态度也非常强硬 菲律宾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说 中国的言行自相矛盾 其行动加剧了紧张局势 并且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对此黄峰辉表示 在南海和东海这些问题上 主要的责任不在中方 是说得到 做得到的 我们来讲 老祖宗留下的土地 一寸也不能丢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邓普希将军的态度同样很坦率 我们就现状 以及到底是谁在试图改变这种现状等 进行了讲细的讨论 我们认为 动用和使用军事装备具有挑衅性 而且肯定会增加风险 詹姆斯哈迪是检视防务周刊的分析员 他认为低估中国目前的行动将是危险的 传统上中国对如何改善其在亚洲的地位 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眼光 无论这种眼光是在东亚以日本为目标 还是在东南亚地区以南中国海为中心 黄峰辉此次参观了美国的一系列顶尖军事设施 并且登上了美国的主力战舰 评论认为 美中军事交流的深度显著加强 如果他的访问 确实伴随南中国海紧张局势逐步升级 美中军事交流不得不面对严峻的政治现实 针对北京与河内以及马尼拉目前的紧张关系 路透社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军事官员的话说 现在的问题是 有关美国如何看待中国长远战略目标的根本问题 再度摆在美国面前 北京目前的行动规律似乎表明 中国不断通过威胁和动核手段解决领土主权问题 他还说北京的行动实际上在加剧美中紧张关系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